所以 我们写了I 还有MR第二个一系的 我们看他的BA 就是Bagaimana 怎样可以 做到拥有很强壮的体能 还有心智呢 他们可以通过 均衡的饮食 因为要身体健康 均衡的饮食 然后照顾卫生 还有要运动 这样就健康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讲 青少年 小年必须要维持 均衡饮食习惯 照顾卫生 要运动 接着 然后 割散 后果是什么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 后果是什么 他们就会很健康 对吗 他们就会有身体上的健康 还有心智上的健康 这样的话 后果就是他们可以面临挑战 就是更好的状态去面临 以后未来的挑战 对不对 所以你就讲 不要写错 不要写错啊 不要写错啊 就是用稳固坚定的精神 的状态去面临挑战 OK 所以你要常里post一下 然后 Dida 他们不会牵涉 Gajala Social OK Serta 你讲啦 用Serta OK 为什么不用胆呢 因为前面有个胆了 又在用胆有点奇怪 我就用Serta Serta 就是和 或者是同时 他们也不会 参与 Tidak terlibat 就是不会牵涉 不会设计 这个Gajala Social 那些社会问题 知道吗 不会设计 设计 terlibat 不会 tidak OK dengan itu remaja dapat menghadapi cabaran dengan semangat yang kental dan wajah serta tidak terlibat dengan Gajala Social 句号 OK 接着 我们要怎样加这个ungkapan 下去呢 你可以用刚才那个方法 也可以 什么kata mutiara 你记得吗 宝贵的句子 Dalam kata mutiara sajan 或者是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 老人家说 因为这也是俗语来的 对不对 或者是你讲 OK Telajak brahu boleh di undo Telajak laku buruk pada OK 这个可以当一个句子 就可以了 句号 有些可以当一个句子 直接句号 OK 或者是都号 也可以 这里我们放句号 不然的话 很长了 因为我要接下一个句子 这句的意思是说呢 犯错了 就是他讲 Dalam kata mutiara hu 你看Dalam kata 我有写一个华语字 他叫 这个我查字典 他华语是这样讲 可是就是讲 华走调 叫Dalam kata 好像我的路 本来是这样 可是他 他 溜开了 叫Dalam kata 走开了 那个叫Telajak 所以他写六拖 OK 用在船 走出他的原本的路线 我们讲Telajak Telajak brahu 如果你的小船 他走错位置了 不要紧 可以倒退 boleh di undo 就是可以倒退 可是Telajak laku Laku是 Klaquan 行为句子 如果你做错了 行为 你行为犯错了 他的后果是很惨的 你知道吗 Buru padanya 后果是很不好的 所以这个是讲 如果做错事 后果是很严重的 这样的意思 你知道吗 其实这句话呢 很常 我们用在Telajak kata 就是讲错话 Buru padanya 只是换一个字罢了 就是这个Laku 变成Kata 知道吗 也有这样的 你这样换 写成Laku Telajak laku 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呢 有时你在写作 你讲 就是不可以乱乱讲话 因为讲错话 是很严重的 对不对 就可以用这句 然后后面改成 Telajak kata Buru padanya 这样 现在我们只是要 这句句号就好了 前后不用接 OK Ramajang sehat Dan me bung ya yi Jati diri yang ma pan Jati diri 是这个自我了解 还有自信 我讲的是 Jati diri 就是对于自己 对于自己的了解 你是谁 我是什么人 所以健康的青少年 会有很坚定的自信 就是他很了解自己 OK Buru dapad malaksanakan 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实行 就是国家的发展 这样就好了 最好 OK 也是不用加什么 这个就可以了 OK 很简单 我已经跟你讲到 每一个句子要加什么了 OK 再来 OK 第三个意思 Slime E2 然后我用Slime E2 你可以用其他的东西 除此之外 刚才那些你要讲 也是可以 Ramaja Purlula 青少年 应该要拥有 Personality yang luhur Purlula memiliki Personality yang luhur 就是要有高尚的品德 就是除了会学习之外 自身要强壮之外 我们还要有品德 也是要好 这样的意思 Slime E2 Ramaja Purlula memiliki Personality yang luhu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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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高尚的品德呢 可以展现出个人的特质 你讲 OK Hal ini Hal ini Menggambarkan 就是 或者你讲 Personality yang luhur boleh menggambarkan 它可以展现出 Ker peribadian Ker peribadian Serso orang So M 这个Jatidiri 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了解 有多深 我们是Mai-Sitiya人 我们也是华人 这样的意思 我们理解自己 所以 它可以 Menggambarkan Jatidiri Menggambarkan Jatidiri 如果 青少年 有很良好的品德 它也可以展现出 它的个性 它的特性 然后可以使到 整个族群 更了解自己 这样的意思 OK 就可以了 就句号 OK 再来 所以 应该怎样 Bagaimana 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父母跟学校要给予他们宗教和道德的教育 所以你讲 Mereka perlu Mereka就好了 Mereka perlu 他们应该 Di Berika D 小字母 他们应该被给予教育 宗教和道德的教育 Ole ibu bapa dan i hak skola 句号 OK 不用句号 要句号 后面有个档 句号 OK 然后呢 Mereka 一样 我们就简单 Kayun perlu 了 bolehlah 可以给他们做这件事情 bolehlah Dibimbing 就是 提携他们 Mereka bolehlah Dibimbing 被引导 OK 他们应该要被引导 supaya 以便他们会做好的事情 supaya melakukan kerja amal 去做义工 dan memberikan Kidmat Social dapatlah menjadi ok bolehlah 或者是 dapatlah menjadi 他们就可以成为 看到吗 这个字 你看啊 modal 我写资本 insan 是人 它的意思是 人力资源 人 人的资本 我们可以成为 第一等的人 一等的人 一等 就是有很好 很高尚的 有高尚 崇高 品德的人 这样的意思 dengan itu 人力资本 可以成为 modal insan class pertama yang beraklak mulia beraklak mulia dan berjati diri 了解 自己的 unggo 就是有很卓越的 自信的 可以了咯 句号咯 ok 然后 melentu bulu bialadari rebonia 这个你熟悉 教育要从小开始 ok 句号 还是 dohao bersasha mulia untum lahiukani magarang maju ok 我们讲 教育要从小开始 因为我们在讲 刚才有提到 教育 这边 就是讲 父母 还有学校 要给予 孩子们 宗教的教育 你可以加一点东西 ok anana mesti dididic ok mesti diaja 也是可以 sejak kacil laji kara inway 所以你讲 anana mesti diaja sejak kacil laji kara inway kara 多了一个 这句 这句你写 你接在前面 因为这一个 它不可以只是 它一个句子 我们要接一点点东西 这里我讲的是 孩子一定要从小 教起 因为如果你要 熬那个竹 你一定要从它 幼苗的时候 开始熬 这样的意思 anana mesti diaja sejak kacil laji kara nur mulantor bulu biyal la dia g ha ok 然后你就接下 那个句号 dia dia buk bink an harus bursassia mulia 他们一定要有 良好的个性 你知道吗 崇高的品德 untum la hjul kara mulantor 才可以产生出 才可以产生出 先进的国家 这样咯 g ha l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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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video 我们再看个性不烂男